圣诞快乐 欢迎收看好消息 古度料旺 我是陈凯莉 欢乐的圣诞节期 也是教会弟兄姐妹 分享福音的季节 这几年各地教会 联导会与县市政府联手 透过城市圣诞点灯的活动 已经行之有年 跨宗派教会一起参与的城市点灯 不但是营造圣诞的氛围 更是让当地县市政府 看见教会的连结和动员力 今年可以看见基隆的光雕 台北的天堂路 新竹天使发光 还有台中好圣诞 云林的欢迎光临 还有嘉义的爱无线活动 在南投的耶稣堂 还有台南非常热闹的和乐广场 真光照亮平东 爱在宜兰 花莲幸福圣诞城等等 都透过点灯的仪式 来传递平安的好消息 这段时间 如果观众朋友走进教会 也会发现 教会有各式五花八门的活动 像是台中旌旗教会的中庭 就像是百货公司的一样 有吃有喝 又有琳琅满目的圣诞文创商品 非常合适全家大小逛一逛 在屏东和平长老教会的 广场的江炳城 甚至是邀请社区民众 共同来创作 已经是知名度很高 全台湾最大的江炳屋 在日月坛耶稣堂 也在教会的广场 举办圣诞音乐会 成了旅游景点的圣诞特色 接下来镜头 带你看到台北万华的 圣诞嘉年华 由于教会常年生根灵理 已经是里长 携手做公益的好伙伴 台北万华圣诞嘉年华 12月16日在青年公园举办 今年的主题是活出爱 吸引超过2000位民众 顶着寒风参与 教会安排了舞蹈 诗歌管弦乐团 拉升操表演 艺人胡一芬 周子涵及一起发光 李市长宋一鸣 陈威林牧师夫妇街道场 为民众献上祝福 有今天这样的问题 或者是有很多很多 我们没有办法对别人讲的 但是上帝知道 耶稣知道 祂爱我们每一个人 就像今天住在这里每一位 不管如何 我们一定 今天在现在这个时刻 心里充满了温暖和爱 大家说对不对 整个南万华的区民 能够来到这个充满爱的场所里面 我们身为里长的 也充满了满满的感恩的心 大家在这边就是跟着一起玩嘛 然后领一些吃的啊 然后抽奖啊 大家就抽到的也是很高兴啊 万华圣诞嘉年华已经迈入第四年 台北领良堂双元领良福音中心 连结了八位里长 透过意见赠送衣物 食物及摸彩奖品 还有为民众祷告的祝福阁 让社区民众过个快乐的圣诞节 非常感谢林良堂 在圣诞前夕的话 都办个大型的活动 因为他平常都有跟我们 万华去八个礼合作 就是有送一些应急的物资给低收 还有比较辛苦的祝福 教会带给这边的礼民 已经成为一个家的感觉 家庭 所以我们就好像一个家庭一样 不单如此 跟整个的礼彼此的连结 我们慢慢的在形成一整个的大家庭 成为一个万华家族的大家庭 而且是以耶稣基督为主的大家庭 不只办圣诞活动 跟社区民众快乐过圣诞 教会还进入社区关怀弱势 开办亲子共学课程 让万华民众感受到神的爱 以上是过TV新闻中心台北采访报道 再来看到众教会串联起来 以在地化接地气的采接方式来欢庆圣诞 全屏东基督教联盟聚集的 三十间教会的弟兄姐妹们 一起上街沿途向民众报家音 甚至拜访了350个店家 分送圣诞礼物 漂亮的灯饰象征着耶稣的真光 带进家家户户 另外我们也看到云林众教会户外采接 特色的装扮在街头巷弄 报家音充满了人情味 更有趣的是 在布袋系的故乡云林虎尾 你可以在画面上看到 布袋系的天使飞了起来 而且是用台语来演绎 耶稣在马朝诞生的故事 快乐 12月16日周末的云林虎尾小镇 洋溢着浓浓的圣诞祝福 云林县基督教与天主教众教会 在阿公阿嬷们扮演福音先锋下 不分老幼创意装扮 一起上街分享耶稣降生的好消息 圣诞节快乐 小朋友很开心 这样才有圣诞节的气氛 太棒了圣诞快乐 大家都高兴 我们有三王 所以他们带着那个乳香 黄金跟末药 然后来祝贺耶稣的诞生 圣诞很盛行 想说我们来圣诞台阶 就用这个装备很吸睛 圣诞台阶报家音 我们平安喜乐 转到我们云林地区 打破那个狗牌的这种概念 跟这个顶民 乡亲事业 布亚索基督降生的这个好消息 云林的长老教会 与天主教会近20年来 一起圣诞采接 今年首次加入基督教跨中派教会 教会合一见证耶稣来 要带给世人和好的恩典 那今年比较特别就是 能够突破教派不同的看法 能够做这些连结 愿整个福音能够传遍 整个云林的地区 看到一群游火的人在云林 要把耶稣的名高举起来 感谢赞美主 圣诞节最原始的意义 是讲到有一位耶稣 他为我们而降生 胡伟在地商圈 今年也邀请教会参与圣诞晚会 在云林布袋戏馆前 众教会跳赞美操 献唱圣诞诗歌 更用布袋戏演出 耶稣降生的故事 喜乐分享圣诞福音 大家所熟悉的布袋戏 能够透过这样的过程中 让福音也让更多人能看见 福音更活泼 更开心的模式 因为跟宗教会连结在一起 所以你就会感觉力量更强大 感谢神 让宗教会可以在这一次 一起在这里来见证神 圆林的福音工作 需要一起带导 感谢神带领众教会 合一采接传福音 盼望云林乡亲 领受耶稣圣诞最好的祝福 以上是QTV新闻中心 云林采访报导 圣诞节期同样也是 走遍各城乡报家印的 宜兰众教会 多年来与公部门合作 爱在宜兰圣诞月系列 已经成了每一年 宜兰县政府的重点 宣传 从12月初点灯开启序幕 到了圣诞周的灯车游行 基督信仰分享上帝的爱 总是让宜兰乡亲和游客们 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爱在宜兰 爱在圣诞 爱在罗东 耶稣爱你 我也爱你 12月宜兰圣诞月 进到最高潮的圣诞灯车游行 12月20日在罗东小镇 原本下雨又寒冷的夜晚 当12台圣诞灯车 与游行队伍齐聚 牧师带领祷告 众人见证到雨势变小 大家热情上街欢庆圣诞 连地方父母官都公开这么说 听到我们的祷告 慢慢的还没有下雨了 虽然我们下着雨 可是我们的热情不减 对不对 出门的时候还在下大雨 来到这里之后 上帝让我们雨停了 社区的朋友们 一起来庆祝耶稣的诞生 圣诞灯车游行的文化 在宜兰已经成为 12月的全民运动 从县府议会到 乡镇里长社区协会 都不畏风雨 参与这场嘉年华会 彼此分享圣诞祝福 难得出来做得这么好 圣诞快乐 大家圣诞快乐 圣诞节快乐 这个家里的花团都这么漂亮 认识耶稣对不对 祝福别人Christmas对不对 就耶稣圣诞 大家都爱你 受到全母会的邀请 我们第一次来参加圣诞节的活动 很开心 我们这一群是金银财宝 我们带来了喜庆 牧羊人的衣服 我们也是在旷野 经历一下 这些牧羊人在旷野 等待耶稣降生的这样一个光景 游行队伍来到著名的罗洞夜市 宜蘭县大家长林芝庙县长 与大家齐唱平安夜 也与宜蘭县所有献民 在祷告中领受耶稣基督诞生的祝福 主啊 求祢大大的赐福宜蘭 赐福我们所有的乡亲 出眼蒙福 入眼蒙福 身心灵都健康 万事都平安 很多团体问了说 那今天下雨怎么办 我们跟上帝祷告 只要跨出来雨就会停了 让宜蘭的圣诞节游行 不再只是一个宗教庆典 而乃是一起欢庆的日子 这几年在宗教会同宫 爱上帝 爱宜蘭的静心摆上中 上帝亲自回应了这份爱 不仅让雨室停歇 更重要是带领更多宜蘭百姓 在圣诞月与这份爱相遇 以上是科TV新闻中心 宜蘭采访报导 这四年来宜蘭的圣诞灯车游行 已经是民众很期待的活动了 甚至结束之后 这些灯车的装置 也曾经安排花灯馆来展示 而这些花灯幕后 有什么样的故事呢 一起来看 全台最大的圣诞灯车 全都是出自于宜蘭监狱的受刑人 他们的花灯工艺班 可以说是全台监狱首屈一指 不过要进入这个工艺班 还必须透过征选 那监狱里头的老师也说 每一个人都很珍惜 能够上工的机会 这个是马 我们布贴好要喷漆 就是把它立提起来 好像看起来就会比较有灵魂一点 每到圣诞节 全台最大圣诞灯车 在宜蘭各乡镇游行 这一座座的花灯 全都出自受刑人的手 从材料选择骨架拼装 电工设计到贴布彩绘 宜蘭监狱的花灯工一般在圣诞节前夕如火如荼 赶制纯手工的电子花灯 以前我们的花灯就是元宵节才有 比如说今年农年 十二年 阳年 都是类似这些主题的 我们也是第一次接受到说 也可以做耶稣 既然宜蘭三星监狱能够制作花灯 那我们也希望透过这样子 让这些受刑人在制作花灯的过程当中 也能够来接受福音 由宜蘭联导会全福关怀协会及政府发起的圣诞灯车游行 每一年都加入了一些创新的元素 因为我们也想说要呈现基督的样式 它就要代表很温馨啊 然后给人的感觉是舒服的啊 所以它的脸就是由凶恶就慢慢变得很和善 马修嘛 应该是很黑暗 破旧 它可能灯光效果就不好 就是也不敢把它做得太老旧 但是也不敢做得太豪华啦 所以我们后来是选择说让它灯光效果好一点 尽量是朝着非常欢喜的心情 透过这样子的圣诞灯车 跟三星监狱的合作 那也提升他们 然后呢也为我们带来祝福 很温馨啊 然后大家呢就社会一团的和气 这就是我们认为有继续发扬光大 那所以呢现在台北市也在跟我们联系 希望呢就是写起我们的这种精神 从起初的小试水温到遍地游行的光芒闪耀 福音因着小小的行动开启 就这样传开了 在台湾这片土地上有将近三十多万的越南朋友 那有教会就看准在社区里有许多的越南商家 越南移工还有学生 就想要在圣诞节期不仅是关心台湾的民众 也盼望福音的好消息 可以透过文化上的交流还有接纳 更多的被大众听见 每到圣诞节 众教会就会开始发想如何更接地气的传福音 那在内湖的虎光基督教会非常特别 每年都选择一个国家作为圣诞主题 今年呢选定了越南 特别跟内湖地区的越南餐厅结合一起过圣诞 老板我要一份美食地图 好的 摊开地图商家琳琅满目 店家也端出了越南人气料理 这个拉萨河粉的话是我们浓郁的汤头 每天都是用新鲜的 猪肉的话是用新鲜的猪大骨 牛肉的汤头是牛大骨 然后每天要熬制而成的 吃完一家还有余力就再拼下一家 我想要一个法式越南面包 那你有拿到教会的集点餐吗 有耶 这里 好 那我们的话你可以去酒店三件 集满的话可以去教会换礼物 点完餐 店家盖上 让新朋友近到教会的距离又拉近了一步 刚刚我同事都是越南的 所以我觉得他们有这样子的活动 应该可以更帮助他们 融入在台北当地的生活 然后更认识台湾 然后也可以认识教会的一些 圣经里面的典故 金龙一转到了傍晚五点钟 踏入湖光基督教会的前院 除了美食走近一看 教会的外观还用了越南斗笠来布置 异国的风味让小动物们 也都加入欢欣其物 我们还发现藏身在摊位里 有一位越南的朋友 小时候吃的零食包是米卷 像台湾都是蛋卷 然后我们就吃米卷 第一次就是说有教会 就是办那个就是关于越南的文化 对 介绍给大家 越南的圣诞块来怎么加 哦 郎兴富一贝 除了越式的风味市集 还可以免费体验到越南的国服奥袋 换商庄就可以到惠安古城的风景前拍照 变完庄还可以体验首会越南斗笠 不仅让民众过一过越南风的圣诞 也让来自越南的朋友可以回忆家乡味 附近有很多越南的商家 那我们就想到其实在台湾 有越南的这些新住民 大概有几十万人 然后试着跟一些越南的社团来结合 我们特别在10月24号的下午 办了一场给越南朋友的 平原的福音活动 也希望更多的越南朋友 可以一起来参与在这场圣诞节的 一个温馨下午茶里面 圣经说 当爱你的灵社 在圣诞节期 湖光基督教会 用节地期的美食佳肴 还有文化拉近福音与不同种族的距离 空中英语教室天语合唱团 每一年都会举办环岛音乐会 那今年就以The Greatest Story为主题 结合了多媒体的舞台 呈现出超越国际水准的音乐饗宴 12月23号下午点 可以锁定好消息频道播出 同一月23号晚间八点钟 也将播出由八角塔男生合唱团 演绎多首经典的圣诞歌曲 要塑造出华人基督教圣诞的传统氛围 能错过节目时间的观众朋友 不用难过可以透过电脑网页搜寻Good TV Plus 或者手机下载Good TV Plus的APP 不仅所有的节目内容都可以看到 那平常大家在网络上听免费的音乐 都会有广告的干扰 那今年圣诞节在Good TV的Plus上 也特别推出了无广告的圣诞歌曲 让大家可以一键轮播之余 也不用担心被广告打扰听歌的情绪 那希望Good TV Plus上的各种节目计划 可以陪你度过温馨的圣诞节 除了有创意十足的暖心圣诞 接下来要带您来看北美的教会 如何过圣诞 在加州城县的棉木教会 为了能够将耶稣降生的佳音传 变到各个族群 特别在游乐场举办圣诞庆祝活动 让大小朋友可以透过搭乘小火车 跳舞 摩天轮 以及户外电影和家人朋友欢度圣诞 现场还有拍照打卡区 提供民众腰棚引伴来拍照 记录欢乐的回忆 圣诞节的核心是耶稣降生 棉木教会就用打造家庭欢乐之夜 让社区民众经历耶稣降生的喜悦 在北美的另外一个角落 则有一位圣诞阿嬷 固定每一年包装圣诞礼物 赠送给孩子们 孩子最爱在圣诞节期收到礼物 爱心不分年纪 美国北卡罗莱纳 周一位98岁高龄的爱心阿嬷 莱拉美卡明斯 参与美国萨玛利亚救援会 发起的圣诞协和活动 虽然年纪较长 但她亲力亲为预备礼物 并且乐在其中 圣诞协和活动是在1993年 由美国萨玛利亚救援会发起 迄今也透过志工包装 运送两亿个圣诞协和 到全球一百多个国家 要来向孩子分享 耶稣基督的好消息 爱心阿嬷莱拉美 过去几年只要包装好邂和 就会马上通知教会前来运送 她给我们一个邀请 在夏天 然后请我们来取出 几年只要包装好 我也是祝福的 98岁爱心阿嬷 每天最爱做的事情 就是为孩子打包圣诞礼物 2023年 她做了861个鞋盒 她的愿望 就是能够做爱心鞋盒 直到回到天家的那一天 以上是GooTV新闻中心 综合整理报导 哇 很有爱心的老奶奶 您是不是听过台北 有一条天堂路 从新生南路一段到三段 有好几间教会在这里设立 每当圣诞节的灯饰串起了光廊 就仿佛美丽的天堂路 这其中台北真理堂 台北魏理堂 以及台大校园旁的 静信会怀恩堂 都是天堂路上历史悠久的教会 在1953年 由美国宣教士设立的怀恩堂 今年欢庆70周年 静信会怀恩堂12月10号 70周年主日 以活出基督再创高峰为题 特别安排学清诗班现唱 怀恩七十诗歌 会众唱诗赞美神 念怀宣教士及历任教募团队的 加美教宗 探望兴起年轻人成为基督精兵 怀恩堂70年来看重 不同年龄层的团体之中 做福音工作 我们是学生会起家的 我们要把这个精神再找回来 然后我们希望我们年轻人 确实是继续地在这里被造就 然后可以带领这个教会 静信会怀恩堂 从1953年 由高乐明 李夏兰 吴有芬 三位在大学教书的宣教士所建立 首任牧者周廉华牧师 持守高局圣道的传承 牧制讲台上 还有周廉华牧师科下的 为此而活 提醒牧者传讲神的道 兼顾弟兄姐妹的根基 那这次70年很重要的活动 叫做品格操练 就是我们有成立很多小组 让大家一年中间呢 都在品格操练里面呢 然后去见证 怀恩堂70周年的重要心 跟上帝的存在 教会一直在很用心地在推动 信徒个人的灵修生活 不论是在职场上面的工作 或者是在一些家庭方面 其实都会因此而蒙福 主日会后 唐庆感恩茶会上 老中青不同世代聚集分享 数算上帝在教会建造的恩典 其中怀恩人最怀念的 就是祝道会组织的传统 对我来说 祝道会的生活 是我生命中 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 它就让我不再是 成为一个落单的基督徒 而是有一群属灵的朋友 在身边能够陪我一起成长 绿岛短宣 就是我们协和祝道会 组成了一个团队 然后跟着教会里面的 牙医的短宣一起前往 那很重要的也是训练 跟刚刚讲到的猜传 我自从来了怀恩堂 我一直秉持着一个意象 那就是十二个字 高举圣道 第二个立足成事 第三就是心怀地极 跨越七十年的 静信会怀恩堂 持续高举圣道 而且要立足在 成事及虚拟网络世界 同时心怀地极 与普世宣教有份 以上是顾TV新闻中心 台北采访报道 祝福静信会怀恩堂 跨越七十 在基督的国度里 迈向下一个七十年的里程碑 接下来在我们节目片尾 仍然要告诉您 在各地的圣诞资讯 邀请您在这个周末假日 西家带卷 参加各地教会的圣诞饷宴 祝福您圣诞快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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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